我叫李慧音 大家都叫我Elly 我是澳门人 今年应该算是我学昆曲的 第十三个年头了 我看到白仙荣老师的 这个青春版牡丹亭 那个时候是有一种 被击中的感觉 我很小就开始看三年二拍 看《红楼梦》 所以对我来说 就好像是小时候 看的那些东西活了一样 包括穿着打扮 所谓的行头 它的文词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想触摸的几百年前的 那种古人的生活 月来 爱 它的韵味就在那儿 呼吸里面 一种转腔里面 它是一个给自己享受的 内求的这么一个状态 我是文字出身的嘛 我们是澳门第一本时尚杂志 因为时代变化得太快了 当我们刚刚做好一个平台 或者刚刚把握了一个平台的 所谓的流量密码 它可能已经不流行了 为什么我学昆曲 是因为昆曲600年来没变过 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平行来的 戏它要磨 它要时间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 上课既是一种甜蜜 但是又是一种负担 我有一次回课的时候 就在前面两句念白那卡住 卡了一个小时 像我的启蒙老师 邱彩平老师 他不会觉得你是业余人士 让你得过且过 前十年 是每个星期二都上课的 十点钟开始 一直上到十二点 深段就去了香港 跟行精砂老师学 就比较方便嘛 澳门去香港就一个多小时 这两年就集中精力打磨几个戏 就至少你有一两个戏 能拿出手的 你说如果我是一个江苏人 以我唱婚曲的那种水平 凭什么能上戏曲春晚呢 所以我自己是很清楚地认知到 这是澳门身份给我的优势 我们是不是要更好地把握 这种机遇呢 后来我发现 这个牡丹亭的祖师爷来过澳门 他是离开了澳门 七到九年这个时间段 写成了牡丹亭 而且牡丹亭的男主角 柳孟梅是中山人 当时中山跟澳门并称 香山澳 澳门对于她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小地方 她在澳门这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 被澳门启发到什么 然后我就自己写了一个剧本 把这些有趣的事情告诉大家 最难忘是第一次公演的时候 非常感谢王沛宇老师 我当时呢就想问余老板 借她的那个漂亮的那个演出场地 她说不如你来我那儿演啊 我来做这个做人呢 我说好啊好啊 所以就得到了她一个名家给我们助力 就是搞完第一次的这个梦荫牡丹亭以后 我就在想 那如果我们以后要到全国巡演 甚至海外巡演 你总得要有一个班底吧 我自己搞不定啊 后来呢周立三小姐 广州市的非常有名的主持人 也是一个乐剧的名领来的 她就说 她说慧姻你不用担心啊 在大湾区有很多像我们一样 不是在院团里面 但是也一样热爱戏剧戏曲 也想出一分力的兄弟姐妹 所以说我们创立的 越港澳大湾区青年戏剧协会 港澳的年轻人也很想 跟这个大湾区的 其他地方的年轻人交流嘛 因为昆曲的这件事情 我的版图里面又多了一块文化 包括咱的梦荫牡丹亭继续演 还打算出一些文创周边 借助广东这么好的生产力 然后大家互相帮助的心很重 然后借助我们这么好的品牌管理 跟传播的能力 我们有坚定的信心的 一定会更好 但是我们要沉着地向前走 这本书叫《我们澳门20年》 就是在澳门回归20年的时候出的 今年是25周年 我会再出一本叫《我们澳门25周年》 那我想通过一个在澳门成长的 这么一个年轻人的视觉 把澳门的一些风土人情的故事 带给大家 今年是澳门回归25周年 我想对澳门说一句话 就是四个字 沉着前行 现在 airport 电视机台后 上市尤 sus散步 有人认再沉 classmates